I look and get into your eyes And it's you And it's me You love 嗨 您好 我是孫正华 欢迎回到风格时代 节目现场是插画家太阳脸先生 那我们在聊台湾早期的一些老插画 那不过其实你带来了很多这种 大家看到会觉得很有亲切感的老玩意儿 是 不过这些东西 因为你收的都是真的古董嘛 对 可是现在在一些观光的地方 一些老街 其实我们还是可以买得到一些 很有童趣的一些小东西 是不是会不一样 对 因为那些都是后来再复刻的 甚至有些是加入现代的卡通元素 就例如说皮卡丘或者哆啦A梦 那会把那个哆啦A梦 跟这个古代这些 这个卡通人物混在一起 对 所以对我来讲 那个不是很纯粹的味道 所以我就不会收集那些东西了 不过应该要收集 因为你开始收集现在的东西 在比较50年以后的话 可能就不一样了 所以其实这些东西有没有故事啊 其实我记得你刚刚有提到说 你算是这个收藏家里面 资历算浅的 台湾大概有多少 在人在收集这样子的老玩意儿 是没有一个正式的数据在统计 不过其实通常比较专门的收藏家 大概他们至少要收集二三十年以上 然后甚至他的数量跟他的资历 都远远超过我 就是说他们必须要很 就是很久以前就开始收藏我 那像我是后来七八年前突然 台湾人的复古风起来之后 我才突然被提醒说 我要开始收集这些东西这样子 那为什么会想到把它出成一本书啊 我想就是刚好因缘机会 有一个出版社编辑跟我提说 看我能不能把我收藏的东西 都出成一本书 那原本就像我刚刚讲 我觉得我资历还是太浅不够 出这样的书 后来就觉得考虑一下 觉得说好就试试看了 对 所以就去年一整年 都在筹备这本书 然后今年初可以把它出版出来 我想很多人看到这个书里面 都会觉得很有亲切感 那这些小东西 有对我们什么特别的故事啊 当你在收集到他们的时候 其实本身的故事倒是 我是纯粹在享受它的那种 图像上面的可爱跟有趣 那可是在我收藏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自己会被提醒说 在那个年代的时候 我有过什么样的回忆 然后每次看到这些东西 我突然就会陷入那个时候的情绪 然后自己很多私人的感情 就会冒出来这样子 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收藏的时候 一个特别的感触这样 好 谢谢 到节目中来 谢谢 谢谢 那下面今天的风格好读 推荐的人是贵伦美小姐